妈妈们请注意了 洗完碗您是习惯自然沥干 还是用抹布来擦干呢 据上海发布说 上海市疾控中心曾经对家庭抹布进行抽样检查 结果显示 一块小小的抹布可能藏匿着数千万 甚至是上亿的细菌总量 其中呢还含有这个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等致病菌 也就是说呀 我们平时洗碗时可能已经将大部分的细菌给杀死了 然而抹布的二次污染 不仅是清洁工作室做了无用工 甚至还更严重的危害了健康 网友来杯红茶ZZ说真的是太可怕了 抹布每天都用洗洁精洗 还是这么的脏 真的是要人命啊 看来要多多换心的 想想饭店里面那些服务员和厨师用的抹布 那不是更可怕